7月17日 由上海博物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金字塔之巅 古埃及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式开幕 展览汇集了788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 另有若干建中国文物与之对话 通过一步通识法老的国度 两大专题 塞卡拉的秘密 图坦卡蒙的时代展开独立叙事 呈现一场堪称全面的古埃及文明之旅 魏晋展厅就有法老相迎 由花岗石雕刻而成的美内普塔站像立于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南门外 2.4米的大高个让每一位金子入馆的观众都能一眼瞧见 古埃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 传奇女王哈特谢普苏特 少年法老图坦卡蒙 记者初步估算约有十位法老的雕像与本次战览组团亮相 涵盖中王国 新王国等古埃及的不同历史时期 以往我们很多展览大多数是从欧美博物馆借展的 那么这次不一样是从埃及本土借过来的 这么大规模是第一次 然后其实古埃及的展览本身来到亚洲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然后像萨卡拉的考古的出土文文是全球的首展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确实非常的难得 据介绍 这是上海博物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展期最长的特展 超过95%的埃及文物为首次来到亚洲 成套木乃伊冠 女王金氏 塞卡拉地区新发现的动物木乃伊等重量级文物 让当天第一批长线的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塞卡拉的秘密这个展厅整个展示的就是塞卡拉最新的考古发现 主体的是猫木乃伊还有呢就是彩绘木棺 这是2020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宣布的他们的成果 当时的人去还愿他会买一个猫的木乃伊 然后放到神庙里边表示感谢神帮了他还愿的 古埃及长鱼神秘相连 本次展览亦有不少未解之谜可以挖掘 例如此次展出的彩绘人形观有绿脸红脸黄脸之分 为何选择不同的颜色汇于面部 目前这还是未解之谜 这批新近出土的彩绘木棺应分存在地下深处 颜色保存完好 图像和名文个性鲜明 为埃及棺果类型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这里展出的就是其中比较特别的 比较好看的一个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 这个装饰风格我们叫做黄色人形观 就它的底色是黄色的 这类观的特点就是装饰特别的繁复 密集装饰 那上面的内容就是王灵书的内容 王灵书它是又有字又有画的嘛 所以它用来装饰这个观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它最典型的就是正中间的地方会有一个张开翅膀的女神的形象 展览首席策展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表示 本次展览的举办也将拉开中安两国之间更广泛人文合作的序幕 展览只是一个起点 这种官方合作它一定意味着将来更多的合作 比如说中国的考古队更多的去埃及参加发掘 共同发现 共同研究 因此呢展览只是一个起点 它是一个合作的新篇章 这个埃及它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嘛 我们大家对它的研究 应该也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的文明 所以这个过程很兴奋的 感谢观看